由这样的老公活该他们幸福一辈子 郑凯考虑到老婆产后恢复期 直接把老婆全程背着到山顶 今天是练腿日 哇 好轻啊 你喘什么 我也挺累的 我腿病好累啊 因为苗她产后还几个月 所以我就干脆就把她背起来走 一起吃饭时郑凯也时刻关心妻子 不冷不冷 不冷 还行 即使觉得不冷 但还是会撑开想为她挡风 完美 可以吧 可以 那你坐这 不要不要不要 不是你坐自己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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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把娇吗 陈桑安谈起自己参加练宗经历史 淼淼转头对郑凯念叨 我要是我没遇到你的话 我可能也要去参加婚恋节目了 郑凯更是高情商回答道 参加哪个你告诉我 我也去报个名字 这不是遇到了吗 淼淼谈起两人第一次相遇时的场景 郑凯还补充了妻子不知道的细节 有一个画面我记得很清楚 就是在夜幕下的上海街头 她穿着一件白色的T恤 透视霓虹灯光 回头看一眼画面 我哎呀 就是她了 闷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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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妙分享小时候抓鸡经历 而郑凯却被于堂吸引住 并没有在意妻子的话 我小时候腿上被鸡啄过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在这里有个坑 好像我爷爷说是小鸡刀的 所以我有点害怕 这鱼太小了 没有得到回应的淼淼也没生气 而是直接质问她 我说我被鸡刀了 你都不关心我 郑凯也是立马开启关心模式 换点裤子 换不换 换不了 没戴裤子 你抓吧 你多抓几只 就行了 走 为了保护妻子 郑凯直接自己抓鸡 抓我就进去 好 我来搞定 保住 加油 我们接下来安娜的鸡蛋就靠你了 我们接下来安娜的鸡蛋就靠你了 也没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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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耶 老公 球中了 看 老公 球中了 看 生夫妻就是好可爱 哭了 老公 老婆想要 一定要抓到 哈哈 虚光中不掉的不外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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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你接下来带我去哪儿 还穿过我的身上留着 呃 微光着夜上 穿了一遍 都要不离你 前汉路在外面怼天怼地 哪儿啊 没有 没出血 要不要弄一下 哎 行了 别作秀了 都没血 贴什么装可贴啊 我真的看不惯你们这点 看不惯你们这点 我是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对手 我要是能遇上了 我肯定大嘴巴抽合 大嘴巴抽合 他现在老公王兴军身边 被闯成了小公主 别人找一媳妇都能干那么多事 你找一媳妇就跟个傻子似的 说明我能力强嘛 那我就不用改了呗 我明白就行 你不用去改变啊 因为你改变你就不依赖我 不依赖我 我就没有成就感 老公 你能让我赖一辈子吗 一辈子让你赖一辈子 不管多晚都会等他回家再睡觉 只要他在家 回家的时候 永远他不会先睡觉 也不会先洗澡 我凌晨四点回家 他也是坐在客厅里面等我 敢穿高跟鞋爬山 是因为有人在给他准备运动鞋 哇 你行不行 那什么时候要爬山 没问题啊 我给他打这个 哇 太贴心了 我不是脚疼 我可能会心疼这个鞋跟 我老公心理我买的 你运气 你又怎么不带这样啊 老婆 依旧美丽 我们长长久久 我们长久了 我们长久了